你个骗子 童谦 你替我解释 我替我替 齐总 我想跟您确认一点事情 那个 乔一过几天要去住组 他跟我抱怨说这个 剧组的住宿啊不太行 所以我就是想 这 果然是一零零三 骗子 童谦 你替我解释 我给我踢 你在那儿发什么愣的 想说什么 乔一过几天要去住组 他跟我抱怨说这个 剧组的住宿啊不太行 嗯 所以我就是想 齐总 您手机响了 我 帮您拿一下 不需要 齐总 您看 您 可是日理万机的 首席总裁啊 您手机这么放着 万一要是错过了什么 重要的商务电话 那损失可大了 RT您翻一下吧 你难道不知道 手表和手机是同步的吗 算得 Mobile 好 咱们找时间聊 嗯 那咱们找时间聊 好 所以我就想着 给她的房间添置一些小家电 奇怪 我拨过去 她手机怎么会没反应呢 难道这是搞错了 喂 你帮我放在那个 小区门口保安那儿就行 嗯 谢谢 保安 喂 凯文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很紧急的事情 改到今天晚上七点 具体的形式就按照 我刚给你发的邮件去办 如果你办不好的话你就 知道了 纪总 办不好的话我就自动消失 怎么又不见了 怎么又不见了 你昨天家里是绿贼啊 你能不能盼着点人好呀 不是 那他那么着急回家干嘛 他说要去见门头宝宝海 干什么事 糟了 小区把案件都会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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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亲爱的机姐 喝杯咖啡呗 今天店里的活儿我全爆了 你现在知道讨好我了 自己浪就算了 还得带上张浩哥哥 哎呀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浩哥的一切都有你负责好不好 我保证我不会再动他一根寒猫 啊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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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哎 老大叔 你记不记得我啊 记得记得 你是咱小区的吧 嗯 只要是咱小区的 我都记得 那您记不记得 我之前丢过两次猫 都是您替我送过来的 那应该的 小事情小事情 大叔 那您帮我看一下 之前 送猫回来 托您交给我的那个男的 您还认得吗 但是我真的和她一切都就是 都正在说 我跟他们一切都帮他 现在还有一个男的 你听到我 好 呀 我 我给你 你做什么 这就 这就 这 这 这个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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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停车 这 你说你呢 给我靠这个 老同制 是 那说 咱才二十多 真是个小伙子 你不管多大年龄啊 这门口不能停车 你认识是吧 说完话赶紧走 你这个手机还给你 快走啊 看来大爷不惊眼神不醒 脑子也不太好